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去有风的地方的主演 欢迎刘依菲 李线 牛俊峰 董琴 范帅琪 马孟维 欢迎各位 先来一一跟大家打个招呼 顺便介绍一下 安领一下咱们的角色怎么样 首先有请 开始了是吧 开始了开始了 已经跟大家见面了 有请刘依菲老师 我以为还在测网吧 对 我也是 对 我的那个Q呢还在 大家好 今天我在这个戏中是饰演曲红豆 哇 欢迎红豆 欢迎 欢迎 我要看红豆的那个工作的视频 好好看 超美的 人和风景都超美的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李线老师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今天呢我在来的路上 刷到了一个咱们这个去有风的地方 这部剧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 太舒服了 它既让我们懂得珍惜身边的亲友 又让我们喜欢上眼前的风景 还有日常生活里的烟火器 所以今天呢咱们的主题就变成了 去有风的地方 围炉煮茶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温暖啊 传送给大家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每一位演员老师呢 面前也都有一个茶壶 是不是 啊 对 好嘞 来一个云举杯 可爱了 一茶壶 其实这样围炉煮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经常在剧里会看到 那我想问一下 在生活中有这种围炉煮茶经验的 竹妍老师请举手 生活中有围炉煮茶经验 还是吧 有吗 啊 君哥你有 有 我有啊 我经常啊 这哪一种算是最最最正式的围炉煮 是一定要有一个舔糊调的对不对 我觉得有朋友有茶就算是围炉煮茶 都有吗 那都有吧 应该 他很严谨 他在想到底什么算是真正维炉煮茶 能给大家分享一下 咱生活中的维炉煮茶的经验吗 谁啊 大家一起吧 对 大家一起 小心点 很够的答案 其实 不是 其实我是觉得维炉煮茶好像 听过这个 听过了 你卡了 他卡了 我卡了 我卡了 正在讲重点呢 那我 其实经常在剧组 也会聚餐 对不对 我觉得那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维炉煮 要分享一下维炉煮茶经验的老师 再来一位 再来一位 这是云南的特色美食 可以可以啊 其实 就那个烤豆腐 也是很好吃的 烤豆腐 对对对 包姜豆腐 包姜豆腐 好 说完了 哦 包姜豆腐 得到了一致的认可 还有吗 还有吗 跟上 我 我比较喜欢 做鲜花饼 对不对 对 嗯 还有吗 还有吗 我 我 我 对了 银铛火锅 对 银铛火锅还是不错的 还有吗 鸡龙 美食鸡龙 红豆腐想到了吗 什么 还有啊 还有要分享的吗 我也没说的 刚刚 那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网友特别想问的 说 邀请刘亦菲老师和李宪老师现场聊一下 许红豆和阿瑶第一次见面的感受 还有认识之后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敲敲面的字是 人还行 我喜欢他奶奶 是不是 来分享一下 阿瑶 他肯定会有一个就是第一反应 然后在后面再有一次二次三次的递进 所以当时就觉得 所以忽悠他上线 上班 是不是 红豆 对 红豆这个买到我了 这答案还满意吗 该红豆回答了 我觉得李宪说的特别好 宪哥说的特别好 他其实把我很多想说的也说出来了 其实吧 就是像这样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 就是没有那么大矛盾冲突的这个戏 是 我觉得会很挑战的 我当时也是抱着这样一种挑战 我想去看 就是人物关系上面 其实这样是比较难去处理的 所以我就觉得对于这个挑战 我是相反很感兴趣 其实我们会发现 有时候 深刻的东西 它可能有很多很多种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戏 不是说平淡 它就不深刻 它很多深刻的东西是 可能 非常非常深 它是在呼吸里也好 或是在你皮肤里 反正我就觉得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 表达方式和 这个戏剧结构 然后我也觉得 红豆跟这个谢志瑶的这个 感情性也是挺不乐俗套的 就它的节奏点是没有设计的 很多东西必须要真诚 真实 我昨天跟谢阿娜还发微信 她说她很喜欢这个戏 她说觉得很真诚 很真实 很温度 我觉得这些词 是我喜欢在一个电视剧 或者在一个戏剧作品里面看到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演员们的一个任务 就是怎么能够活在角色里面 而不去说 那我现在这个戏是不是平淡呀 或者是什么 你要变成那个人 你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怀疑 相反你会得到很多养分和角度 哇 红豆说得太好了 作为一个追风人 说出了我的心声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喜欢这个剧 就是因为它足够真诚 它非常的深刻 我在芒果TV上看的时候 我还会捣回去看 我会觉得 刚刚那句话好戳我 戳到了我的心里 我要把它记下来 记在我的小粉本上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在我们的角色里 看到自己的影子 因为每个人呢 都会有自己的压力 都会有自己的烦恼 但是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独门密招 来去释放这样的压力 能不能全员分享一下 先从红豆先来 又从我 先放一下 其实我挺佩服许红豆的 我觉得他的勇敢 就是好像感觉 没有发生什么 就是怎么说呢 就他的勇敢 他能够意识到自己快崩溃了 他能够很果敢的去做这样一个决定 我相信很多人有时候是没有这个 会觉得哎呀那我工作怎么办 然后我是不是这个人会对我失望 或者说是 然后但是他其实他自己非常非常的明白 他必须要往前走 然后他必须要换一个角度 或者说是去治愈自己 治愈别人 可能就要迈出那一步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选择 是挺勇敢的一个决定 然后你说解压 我觉得可能也是 一个旅行的一种仪式感 其实真正改变的 可能还是他自己的内心 这些东西可能是 只有自己才能够跨过去的那一步吧 是别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是的 所有的外在环境人事物 都是帮助真正就自己的 还是自己 那阿瑶的答案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是要问一下 红豆和阿瑶的 我们网友想看看 能不能红豆和阿瑶 分别用三个关键词 来形容对方 谁先来 你先来吧 啊什么就是形容对方是吧 对形容对方 对 嗯 但 可以 嗯 诶 对 就是我觉得是 阿瑶 就是因为现在不能 后面不能透露太多 知道吧 我都写下来了 我怕我倒是忘了 哇 太好了 我们来听听红豆的答案 我觉得 因为其实我很少用词去形容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多面的 每次我都说什么三个字 绝对不够三个字什么的 嗯 但是阿瑶都说了 表达的那么好 我就写 我觉得 阿瑶首先呢我觉得她是一个给就很轻松的一个人 嗯 很轻松 然后很阳光 然后有大爱 不够啊 还有好多词 但我现在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是这几个就非常非常可爱的男孩子 三个词不够 三十个都行 不够不够 吃了顿饭这个合作就是有一些 呃 一些你的想要的一个角色上 就有点理性的 价值观的东西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顺序啊 可能就会被打乱了 各位老师 随时随地接受挑战啊 来 我来抽一个 我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是谁的呢 啊 是要问刘亦菲老师的 说红豆刚提到了 在剧中有学作鲜花饼的情节 那刘亦菲老师在现场也制作了味道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好的吧 应该当时那个就是道具用的 应该就是好像有有有一个 有一炉是我们烤的 挺好的 有没有分给大家在场的演员吃 有人吃到吗 有人吃到吗 我吃到一口是吧 对 因为我俩一起做的 场被安利到了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好可爱啊 好疼 加油 我们期待下一次来抽盲盒 随时都可能是咱的问题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也是问红豆的 说咱们剧中的红豆可以说是人间清醒 因为对自己的人生规划非常的清晰 那刘亦菲老师觉得自己和红豆的相似之处多吗 可不可以用三个词介绍一下红豆的性格 其实我呀 就大家可能平时在微博上看我 就发一些咖啡啊猫啊什么的 嗯 但其实我还是有时候容易紧绷的一个人 所以呢 红豆其实交给了我 那个 就是 他能够去治愈自己 他有这个能力 然后他也能够感受到自己 在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一个 他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 嗯 这点我挺喜欢的 因为有些有些时候 我总说是快乐 是会给人一种灵感和创造力 他能够提前去观察自己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人 嗯 其实我特别喜欢红豆的一个细节是 当时不是小朋友说 蚂蚁要走不出去那个圈了吗 然后红豆离开的时候 给他吹了一阵风 对 借助了一下自己的风 给到蚂蚁 我觉得是一个很可爱 走出 对走出去看看 对对对 对很可爱的一个举动 我觉得也是有他背后的寓意的 那用三个词来形容他的话 咱还 要我来形容 刚才李先生不是形容过了 那就直接抄作业 我没办法那个 三个词 没事 咱如果觉得他形容的特别好 直接抄作业也行 我觉得红豆 嗯 三个词 好难啊 因为觉觉觉觉知力就是感知力 其实挺挺敏锐的 嗯 然后呢 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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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想想 心大 然后挺能藏事的 就他其实不是特别 那个会把自己 有时候会 但大多数时候 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自己消化 嗯 包裹起来 嗯 嗯 接收到了这份自评啊 对吧 嗯 红豆 对对对 很好吃 很好吃 还多多加了几勺辣椒 对 嗯 真好 来我们拍一个盲盒 呀 也是问红豆的 问一下刘依菲老师和几位阿沈合作的感受怎么样 哎呀 我就太爱他们了 哈哈哈 太可爱了 哈哈哈 就是 这个 嗯 像 艾丽娅老师啊 刘佳老师 杨坤老师啊 阿奶就不用说了 我觉得我们是好闺蜜 是的 我们真的确实建立了非常深厚的 这个 这种闺蜜情 对 因为 嗯 拍戏结束之后 我在北京 其实我们也约着有 有有有 有聚一次 我觉得他给 给我很多正能量 艾丽娅老师 我特别喜欢他的戏 刘佳老师 你看他其实非常非常生动 就每一场小戏 他们都 把这个生活中 其实演员 生活在角色里面 是不是说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把所有 也生活气息表现出来 你看的时候就 不只是代入改文 你觉得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就这个老师们太厉害了 而杨坤老师也是 就是让我觉得 几乎没有变化啊 就是跟 跟十几年以前 然后会让我觉得 挺好的 就大家都 特别好 也很 很开心看到大家是这样一个状态 嗯 其实他们的存在是很多 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会有的 这样的 一位朋友的缩影 能给你带来温馨和快乐 他们的存在 能提升咱们的幸福感 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嗯 每次看到你们同框 都很 都很快乐 很可爱的 后面还会解锁更多的生活场景 我觉得这也是咱们的剧 嗯 特别值得大家喜欢的一个地方 因为特别的生活 就像是活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一样 让我们一个一个去开启生命的惊喜啊 来 又来开启盲盒了 哎 这个问题也是红豆的 想问一下 红豆从一开始啊 只想度假不想工作 到后来同意帮忙去做义工 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这段真的太可爱了 可能出来啊 是有喜剧效果的 但她是很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 她 她 她是有心路历程的 对不对 她就是一个 就可能主要也是阿奶在那边一说 就是说的特别可怜 然后就就决定了 整秀整秀 是有什么叫 就是 对 就是就是就是 他觉得反正也没什么 能帮就帮一帮 这么快就转变了 我以为会有那种 像像过山车一样 哎 哎哎哎 大到不至于不至于 但是戏里面会感觉 是有点喜剧的那个东西在的 有点喜剧元素在的 所以现在听起来 感觉像纯粹是 因为 我喜欢阿奶 不想 不想她难过 然后于是我就冲上去了 因为我觉得 人有时候做很多决定 是当时的就是 一直很纠结 没有这种感受 一直很纠结 然后 突然一下就拍板了 那行吧 那就这样吧 觉得这个 然后她再慢慢的在这过程当中 可能会越来越 体验更多的这种 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嗯 然后 很多剧情的发展 可能不是说 就是在这过程中 还有 还有很多小插曲吧 有的 可能身边的人的一句话 也可能会刺激到自己 后来 不是姐妹们跟大麦聊天的时候 说这个存在的价值 我觉得可能 也是一个诱因 和刺激的元素 然后发出了那种 对 但她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很正式的事情 嗯 就是在这过程中 因为她始终 就是刚开始来的时候 是一个 一个观察者 一个 一个游客的一个心态 嗯 她不是说一下就觉得 哦 我一下就是 特别正式的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是属于 红豆的一个 一个 视角吧 嗯 我用眼睛和心去收藏别人的故事 嗯 来汲取到我自己人生的营养 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啊 那我的盲盒就已经抽完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这个奖抽的 非常棒了 嗯 那 其实刚刚也剧透了一下 我们的下一个环节 就是 每一位主演呢 都为我们准备了一张照片 可能是在云南工作的时候拍摄的 然后刚刚我们提前已经解锁了 李宪老师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 再看看各位主演的 而且跟大家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的约定 我们应该是准备了一个局部的照片 还有一张全景的照片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到这个局部的 然后给大家讲讲这张照片 背后的故事 再来解锁那张全景图怎么样 红豆准备好了吗 啊 局部的是吧 对 先来看看局部的 诶 这个是 局部 诶 是什么 是棉花糖 这是一只后嘴唇的鸭子 是棉花糖吗 看得见吗 是不是反光 看得见 看得见 没有没有看到了 因为他长得很动 哈哈哈 他是棉花糖对不对 这是真鸭子吗 好可爱啊 拜托啊 这是真鸭子吗 这是真鸭子吗 然后他要干嘛 跟他有什么故事呢 哦 然后看那个 就是就是在在 在Cosplay他 诶 看得见 好可爱啊 像不像 好可爱 主演们评价一下像不像 就是当时咱们拍 那个道具对我们特别好 有时候 看到那个 哇好可爱啊 然后到这 来来来来给你给你拿走 拿走 他们当时就把这鸭子给我了 然后我就特别开心 因为我觉得他是好喜庆啊 你看 很喜庆 确实这是咱们道具准备的啊 对 道具那天还非要送我一个小老虎 我是贝贝贝 我这挺好的 没好意思啊 是不是 每天没事 有钱 太可爱了 想要这张照片 这也是咱们拍戏的 胡老师 我要告诉你 我本来选 安利成功 就是天气会是特别特别好 那么 今天的云聚会也接近尾声了 最后要请各位 一人再用几句话 那安利一下咱们的剧好不好 或者有什么想对有风人说的都可以 还是红豆先来 安利一直不太会啊 就是我自己感觉 我看着是一直挺想往下看的 我觉得挺吸引我的 也希望大家喜欢 一定会继续往下追的 谢谢刘亦菲老师 谢谢 刘云峰老师 那跟主演们唱聊以后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要去有风的地方 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烦恼和压力 交给风这位朋友 让他带走 留下来的只有温度美好和惊喜 再次感谢各位 那今天直播结束了以后呢 亲爱的朋友们也不要走开 一定要继续锁定每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 去有风的地方 湖南卫视芒果TV双平台读播 会员抢先看 那今天呢 我们的云聚会到这就结束了 再次感谢各位主演老师 赶紧 谢谢主持人 拜拜 到时间了 一起追剧 谢谢 拜拜 追剧了朋友们